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菩提心 下面讲《般若舍颂》里面今天讲的 灵性耳边道之力分两个方面 道之本体和道的作用分这两个 首先第一个道之本体 远离耳边道的本体分意义和比喻 首先讲的意义 就是诸实技术不可见 相无所见 心不见 实心即以无所见 此名见法如来言 这个道的本体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世间上的一切万法没有本体 正因为它没有本体的原因无所得 比如说我们看见的摄法 所有的摄法以智慧来详细观察的时候 这个本体为生学义也是得不到的 因此摄法无所见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快乐 痛苦 感受也是无所见的 然后种种相状的相也是不可见 心也是不可见 还有事 心 义这三者也是不可见 不见到的这种不见 也就是说一切万法无所可见 如来说是一种最殊胜的见解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见到空性 见到空性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万事万物在我们面前 虽然如虹如梦如刨银一般地呈现 当它呈现的时候它的本体一无所得 有些人完全是通过上师的窍诀 或者一些总观的理论来分析之后 通到了这一点就是见到初步的空性 见性 我们所谓的见性就是这样理解的 当然在这里颂词里面所提到的意 事 还有心 这三者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有些论师解释所谓的心解释的时候 说过去的一切对境不可见 然后讲意识的时候 事的时候未来的对境不可见 然后意是现在的对境不可见 也有这样解释的方法还有一种解释方法 就是所谓的意和事 心这三者实际上是不同的名称而已 是同一个本体只不过是不同的名称 就像世间的一个人有三种名称一样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印度的智慧论师 智慧论师的话 他说所谓的心 指的是阿难一世 然后意 然无一世 而是其他的六转世 也就是说实者八种事举 七种事举吧 他这里讲的八种事举 应该留下八种事举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三者我记得在《大圆满新鲜休息大车手》里面 大车手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 就是希望方便的时候你们应该参与 总而言之他这里面就是说 如来所宣说的是什么呢 一切所见没有可见的 没有可见的也就是说最殊胜的见 《盲通通》啊 《弹彼通》 《通通殊胜》 《玛龙瓦》 为见殊胜 见之意 见义不多于一方是吧 就是《顶戒宝特论》里面有这样的 就是没有见到的它就是最殊胜的见 这种见解不多于哪一个现的一边或者空的一边 或者其他单一的一方 这就是最殊胜的见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这种见解以后 那么所有存在的法在我们面前不是真正的见 以前《佛说话说经》是应该据摩罗诗翻译的吧 据摩罗诗翻译的也叫做《舍诸三根经》 里面讲了 诸有所见皆是邪见 无一切见即是正见这里面说得很清楚 凡是有相撞的 有见的话全部是邪见的 如果我们通达了一无所见那个时候是正见 正见这是中观最究竟的见解 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唯一佛陀的见解是最高 无上的 比如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 欧洲这一边兴盛的像古希腊的一些哲学 从哲学的理论来讲也根本抉择不了 这么深的一些见解 抉择不了这么深的见解 东方一些文化现在有些人说 五千多年前人类也有一些文化 但是这些文化当中也根本没有牵涉到 这么佛陀的见解所以佛陀无恶的见 或者抉择万法的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见 的话任何一个学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从这一上面 我们自古以来在人类历史上佛陀的见解是最伟大的 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赞叹的 应该是有一些学识的人有一些智慧的人 通过长期的观察他们会明白的 因为佛陀的见解通过理论详细地分析 就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最终真正能解开 就是许许多多甚深的奥秘的意义 而其他的有些宗教和学术并不是这样的 有些完全是一种禁忌和 图于一些政治的目的开始加以弘扬 世间上成了一种文化是这样的学术 有些人还是不知不觉的为了到达某种目标 通过各种财物发风通过种种的行为 让别人生起欢喜心以这样的一种手段来拉拢人 而真正用智慧来观察他的教义的时候 无有利足之地也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佛教的确也是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无有论比可以怎么说 因此在这里说一切乌云没有所见 这就是最究竟的见 比如说我们没有见到麻法 实际上是最究竟的麻法的真相 可以怎么说对于研仪者来讲他是见麻法的 但是无研仪者来讲他的麻法是已经邪见的 可以说没有所见这就是真正的见解 以前《维莫戒经》 好像在《维莫戒经》里面讲述《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的时候什么是不二法门呢 已经说了 说是 与一切法无言无所没有语言来描述的 然后无时无时利诸问答 无时无时是无法表示的无法行事来描述 无法行事也没办法通过语言来回答 视为入不二法门这就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 说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真正通达不二法门的话 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 一定要通达中观最究竟的空性的甚深意义 否则你只是看见有一些相撞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变形 真正的变形只不过有些名言的精简念 我们在讲《大幻王》的时候 精简念面前可以见菩萨 见佛陀 见种种的相 但是它是不是最究竟的呢 也不是 最究竟的时候也要化为远离一切细论的 所以在这里也说了这种见法是如来所言 如来刚才所讲的一样《维莫及经》里面也已经讲了 还有在《能言经》里面也说了 凡是见你的这种见解都不是究竟的见 而通达了一无所见这个时候真正的见解 说是只见离之即无明的本体 无明的根本 只见无见 四极离盘 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见及有所理的话 那这不是最究竟的见解这是无明于耻的根本 如果你通达了了知一无所见 一切都是远离习论 那么这个时候这是最究竟的一种见解 以前好像徐英豪和尚吧 他的一个开始里面就是说文珠 我们现在南方的文珠有一个禅师叫做《鲜肉眼》吧 那么他读到《能言经》的时候 刚才的偈颂他读的时候里面的段落 并没有按原来的义本上的要求这样念 他念的时候他说是知见离 知即无明本 知见如果见离的话了知无明于耻的根本 知见无见自即离盘后面都是应该合议的 但后来有些人说他读错了的话 他说我没有多错我就是在这里悟的 我看《经》的愿文当中应该两种都可以解释一样 但只不过可能对开悟者对真正通达者来讲 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差别 因此我们学习中观有一个好处应该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最近我们许多道友尤其是以前读过一些世间的书 他们分别比较重一般的一些加行 以前简单的一些阿弥陀佛修法心里不满足 但是也有个好处他会分析 会观察 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按照佛说的那样 真正能抉择的方式找到的话对他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 而有些知识分子他根本自己的智慧没办法深入进去 他自己还自以为是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这是特别可怕的见解所以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很正确的 公正的 还有一个理智的态度来进行分析这是很重要的 成千上百的这些大德和成就者具有超人智慧的这些人 都没有看出佛教里面的过失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后人尤其是现在有些人的文化 跟过去人相比较起来恐怕是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现在看得太多了 学得太多了 太多了以后特别复杂真正专业性的 对一些佛教甚深的道理进行研究的人恐怕是比较罕见的 就这样一来希望知识分子们不要以自己的傲慢心 傲慢的染污染上了你的智慧的眼 那可能见不到事物本来面目的真相 这样很容易犯诽谤的错误 同时自己将来会堕入三恶道当中去的 这样一来原来自以为自己聪明的智慧 反而成为夺取的因不如愚笨的前途光明 所以说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然后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这是用比喻来见 无所见 一切法是没有什么可见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个比喻来说明 有请圣称见虚于空 虚空其见观此矣 佛所见法依附然见义 见义他语不能全 那么有些人说无间之间的比喻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大家描述呢 应该又可以给大家解释 可以给众人解释的 那么用什么样的比喻来说明呢 也就是说世间上所有的人们 凡是能见之意的这些人的话 他们都会口里面也会这样说的 心里面也会这样想的 有人问你见到没有虚空的话 大家都很乐观地回答 就说我已经见到了虚空 虚空是蓝色的 虚空是什么形状 包括有些看风水他们都根据地形的形状来 把虚空四方形的话这个地方是如何如何 虚空是圆形的话这个地势是怎么样 有各种说法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已经虚空见到了 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常理的 怎么会是能见到虚空呢 因为虚空从它的本体上讲 颜色也没有 形状也没有 而且它自己的食指什么样的本体都是没有的 我看应该是《中观众安论》吧 就是说虚空等何时 为名诸现象 虚空等等这些法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 虚空 土甲 侍女的儿子这些都是名称而已 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依靠文字和依靠语言来 在脑海当中可以显现罢了 真正它的本体绝对不可能有的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所谓的虚空是庄严虚空和空隙虚空 庄严虚空只不过是大海或者须觅山的反光造色空间 我们夜幕当中看到了这个空隙之后认为虚空是蓝色的 然后空隙虚空的话只不过在这个东西不存在 不存在的那一地方认为虚空存在而已的 第那里颠道我该以南卡南极尤之士们 《量力宝藏论》里面说是 因此庄严和空隙的虚空不能立为虚空存在的理由 虚空存在的理由是这样讲的 因此所谓的虚空本体上是绝对不存在的 那即使他的本体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会能见到他呢 生女的儿子不存在会不会见到他的相貌 庄严呢 能不能见呢 不可能的 头脚本都不存在但是你不能说是 头脚特别见 今天已经穿到我的肚子里面去了好痛啊 我用线来把伤口要封上的话这也不可能说的 所以说我们根本不存在的不能起任何的作用 就是任何的作用这一点大家都应该会了解的 原来我们讲《六中印》里面专门讲 《智制信心自解脱》有这么一个窍诀 这个窍诀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话说是 虽然信心空性用虚空来比喻 但是虚空只不过是一个片面的比喻而已 实际上虚空也是无法比喻说信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诸如此类的意义在《五光尊哉》和 麦彭仁波切的很多密法教言当中是有的 因此说虚空见到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说我看到天空啊 看见了今天天空是蓝色的好舒服啊 蓝天白云啊 白云下马马尔跑啊 那个里面有没有虚空没有啊 蓝蓝的天空有 所以很多人认为已经见到虚空 但是虚空绝对也是没有见到的 只不过是世间人的一种说法 世间愚痴的人他不漂亮的东西认为是漂亮的 人不存在的东西认为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道理的 这是一位无名愚痴的密谣已经讨罪了 他们会胡说八道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信任他们的同样的道理 佛陀为了认证一些众生在有关的经典和经典当中 都已经说了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能见到一切万法的真如 就见到真如也是有关佛陀的有些经里面说的 但是这个也是只不过这样的说说而已 真正要见到的话我们知道世间当中都是 就是某种对境所缘缘存在 能见到他的真上缘也好 严根也好这个应该要存在 还有其他的因缘全部具足的时候他的本体才可以见到的 而不管是真如也好 虚空也好这样的见法绝对也是不可能有的 哎 应该对方法界的本体也存在 佛陀的智慧或者菩萨的智慧也是存在 就像金子和大善两个一样两种物体实实在在存在的话 那互相照应也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我们见到诸法并不是这样的 说是我们明信见信 禅宗口口声声都说明信见信 见信的话真正见到本信有些人都经常说 我已经见到了是什么样的 以前不是法王经常讲有一个叫伊库喇玛 他的弟子就经常给上师说我今天见到了本信 上师说见到本信是什么明明亮亮的特别好看 所以真正的本体不一定特别好看也不一定特别难看 真正的一些语言无法描述的 因为它是超离了一切思说分别之间 我记得好像在《六咒谈经》里面吧 《六咒谈经》里面专门讲了一个叫做智常禅师 智常禅师刚开始的时候 他早年出家他很好学特别希求明信见信 就像我们这里有些道友求大圆满和求禅宗的 明信见信一样天天都是说明信见信明信 我一定要见到这些什么 其他法都不想修其他书都不看一定要见信 见信 从早到晚都这样的 但后来他好像到了红州白峰山 白峰山有一个叫做大同禅师在大同禅师那里 待了一段时间 当时大同禅师也是法无比较繁忙一直没有给他讲智智法 就带了三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得到法后来他求行的心比较切 然后有一次直接入到大方丈的料房里面去了 去了以后他要求一定要给我讲一个明信见信的法要 然后禅师问那你见到虚空没有他说 见到虚空了 我见到虚空了 那么见到虚空的话虚空的相貌是什么样的 禅师给他说相貌是什么样 他说虚空的本来没有相那相貌不可能有的 但后来禅师说那你知道了虚空的话整天都是观虚空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没有得到利益 然后跑到六祖那里来了六祖为了整个禁锢之后 他说以前大同禅师给你做的开示 当时数月有一种相吧主要是注于一些相 因为确实当时给他也说了一切外在的法 一无所见用虚空来比喻一切法没有轻黄长短 这也是已经坚信坚信成佛这种成佛也叫做极乐世界 也叫做一切如蓝给他执执都是这些 但是六祖认为这是一种着相 后来给他做了进行执执无所见的一些执执 什么不见一法存无间用乌云来比喻的 还有还如虚空生三点等等用这些比喻来给他做了开示 做了开示之后他已经开悟了 他已经开悟了总而言之刚开始一直看虚空 认为存在的佛不一定是得到解脱的 所以以前我们也知道莲花生大师 他在持命传承的上师面前做智制的时候 就是说以虚空用手指智智虚空 让弟子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然后当下开悟的 还有大圆满的很多传承上师 包括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上师堪布公布 他也是经常说大圆满的本性就是观虚空 心的本性通达为像虚空那样的话 那算是已经误导虽然已经证悟了 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有一部分的传承上师 通过虚空来比喻心的本性可以见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上师虚空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 实际上这个心的本体并不是完全可以用虚空来比喻 它是一部分的一种比喻吧可能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学薄弱的过程当中要知道 虚空是很多显宗和密宗的窍诀里面 对信心最好的一种制止方法 包括我们密宗的很多修法 就是观唾噶 观人云之城的一些明点的修法 全部都是依靠虚空来了解 依靠虚空来了解的时候 就像《无光尊者三层虚空的教言》 那么通过虚空的意义来完全通达心里 如虚空般的决心这方面的确也有许许多多的深深的窍诀 所以我们到底虚空作为是用正面的比喻 还是反面的比喻 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上师的一些口诀来应该会了解 这个偈颂的话 麦彭仁波切和《无光尊者》在很多 中观和一些大圆满的教言书里面引用过 这个比喻很重要的我刚来学院的时候 可能最开始背的有一部分教证 这里面有这个教证 甚至这个都来不及讲 算了 算了 我用暂文来念也没有用 好像在你们面前那个样 当时我住在一个街的别人的幕房 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吧 有时候是当时被教证的那种情节 后来遇到这种教证的时候当时的这种情节 可能当时是心比较专注还是什么 所有的这些影响浮现在眼前 当时麦彭仁波切在很多论典里面已经引用过 我觉得这个教证特别好一直背着这样的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了下面就是 导致作用分两个方面 就是设计道国一切功德 愿离歧途之力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字也是分二 以大乘的比喻来说明心诸事业 以国王的比喻来说明舍诸功德 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道的作用 你这样通达波罗波罗蜜陀空行的话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舍功德 还有一个是远离歧途 首先用大乘的比喻来说明 谁如舍见见诸法 如往舍诸臣仆心 佛心声闻所有法 细节一月薄罗心 啊 细节一月薄罗心 那么任何一个菩萨如果没有任何所远显 就见到了没有所远显而依靠他的智慧的眼 已经见到了一切万法的本体无所可见 我们刚才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呢 诸法的本体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见的 就像虚空见到一样的没有什么可见到的 如果一个菩萨 一个行者真正依靠 般若的窍诀或者上师的指点通达了万法无所见的境界 已经通达了这样的般若的话 那么一切这种事业弘法利生的事业也好 一切有意义的事业自然而然就可以展开了 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世间当中国王一般都是不离开皇宫里面 他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皇宫里面 但是诸位大乘以国王的肝脏力 他的威力 他的发心力在各个地方 日日夜行持他的事业 最终的话那么国王的事业可以说是 普天改地全部都可以行持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真正已经通达了 般若空性的这种意义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的佛陀的功德和事业 声闻的功德和事业还有其他菩萨的一切的事业和法 全部都是自然而然会得到的 为什么呢 依靠般若法门 其他所有的功德自然而然会出现 比如说火燃起来的时候火光自然会出现 我们有了无我空性的这种功德 其他这种功德自然会出现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确实也需要 很多人对悟导者 开悟者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开悟者的话 虽然佛法是很殊胜的 但是他在众人当中依靠分别念也会染污的 为什么不妈妈咋呢 他答应了他的本体化身住在五台山 藏地每一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化身在进行弘扬 这个进行弘扬的原因 吾国王尊哉的传记当中都是说过 佛法依靠众多人的分别熏势来进行人物 在进行人物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通达开悟的人进行弘扬 那佛法就没办法弘扬起来 为什么以前汉地也好藏地也好那么多的开悟者 当一个开悟者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 所有的人对他的言行举止不得不服从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悟道他已经有了这样 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很多高僧大德都是不得不对他尊重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种悟性 有了悟性的话比财产也好比地位也好 比什么都重要的虽然现在处于末法时代 但是末法时代当中也是 悟性比较高的出家人也好 居士也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求学者的时候有些人平民地求名声 有些人平民地求一些财富 有些人平民地想把他的事业展开 但是如果自己内心没有开悟和没有一定的功德 你就很势进地想推动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的力气用完了 旁边的发心人员的力气也用完了 那个时候就像干涸的水泉一样全部都没有了 但一旦有了般若空性的证悟的话 自他的威力全部都集聚自然而然地会这样的 所以一个开悟者不管是到哪里的话 应该他的事业会圆满的 会兴盛的 所以我们怎么说啊 所有诸佛菩萨的功德也好 全部都是依靠般若而得到 这一点应该明白 好像龙猛菩萨吧 龙猛菩萨占般若 占慧度的一个论典里面是这样讲的 说是诸佛彼之佛 并诸声闻人 解脱唯一会决定无有余 所有的诸佛 还有彼之佛 还有声闻 他们所有的功德和解脱唯一依靠 就是领波罗波罗蜜多也就是说 波罗空性而来的 除此之外决定无有其他的途径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 我们现在自古以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望和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就是证悟空性的力量来的绝对是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一看翻开历史的时候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有时候真的是 一些开悟者上师的事业他的眷属 哪怕是说一句话那流传百事 非常让人不可思议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波罗空性的力量如果这个人没有波罗空性 可能依靠政治的压力或者非暴力的途径来 镇压很多人不可能他的历史是那么悠久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要明白 波罗空性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有些可能也有巨神的开悟 我看到吴光尊哉的传记里面说 他在九岁的时候读波罗二万诵和波罗八千诵 读了一百遍九岁的时候读了一百遍 后来通达波罗所有的意义 很了不起啊我们九岁的这些孩子 不要说波罗二万八千诵读一百遍 连弟子鬼读一百遍的话都是读不起 不读啊有时候让人生烦恼 生厌烦心 旁边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孩子特别讨厌 天天叽叽咕咕在那儿叫 有意义的事情一点都不做不读 想起来吴光尊哉我就想骂这些文殊小学的人 刚才是大乘的比喻来说明的 然后下面是用国王的比喻 以国王的比喻来说明舍诸功德 若王不忘成果意 举则供舍诸财物 菩萨发心无所趣 舍及佛地诸功德 下面也是第二个比喻 比如说国王不用去各个大城市里面做种种事业 一般来讲 古代都是这样的 国王不能离开皇宫不能离开宝座 如果国王去的地方太多了 大家都是不尊敬 不尊重 所以说《军规教言论》里面也是讲了 国王是不能离法座的 同样的一些大的上师 大的法王这些 也最好住在自己的皇宫里面这样别人对他非常尊重 今天跑到哪里去 明天跑到这里去 这样逐渐逐渐对国王也不尊重的 除非出现地震 海啸这个时候国王还是出去看一看 但是国王虽然居住在一个他的皇宫里面 但因为他的福德里感召或者他的威力所显 那么各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对他该交的福水 这些全部都交上来 所以以前古代国王的财产如荣而聚 全部自然而然会集聚的 自然而然会集聚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菩萨 如果他对自己的心变了面目完全都是已经通达 以此推理整个万世万物也是照然若见 可以说全部都是恍然大悟 完全了解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这么而已 就远离一切喜乐 显宗的名词经常说远离一切喜乐 或者从民众的一些词来说相控双云或者明控双云 那么这样的境界已经通达 这个菩萨或者菩提迦乐他居住在一个地方 不需要今天去草山明天去拜上师 后天去发心整天都是跑来跑去 结果买车票的路费都已经没有了 不需要这样的如果心里面有薄弱空性的话 肯定不需要今天到这个上师那里 求两三天 求一个窍诀 结果修 修 修了半天的时候就不懂了 然后悄悄地离开这个上师或者欺骗上师 然后又跑到另一个上师那里去求另一个窍诀 然后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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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半天以后没有任何感应 然后又要开始离开了 这样短暂的人生换了无数的上师换了无数的窍诀 结果有无所成不需要这样的 一个人依靠一个上师的窍诀 般若空性的这种意义真的已经通达的话 在一个地方他可以完全像须弥山一样安住 安住的同时所有诸佛菩萨和一切的功德 全部会自然地集聚的 对真正的坚信者来讲其他功德是很容易的 《般若经》里面都是讲的 说是如果已经得到见地的菩萨 如果他像的话在七日当中也可以成佛 因此真正的一些境界并不是很遥远的 并不是很遥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得到 国王不离皇宫所有的财物自然积聚一样的 真正通达薄弱空性的通达心里空性的人 不需要依止其他外面的一些形象的法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道友 因为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什么证悟 这个原因对这个窍诀不满 那个窍诀不满 整天都是跑来跑去又换一个法 又换一个窍诀 最终一无所谈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薄弱空性的道理要认识 要认识的话当然是依靠中观的闻思 闻思的话很多上师的窍诀也是这样的 就是以自己的智慧来观察一切万法 最后确实是一无所见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见到了一种本性 我们平时经常讲见自己的心 见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呢 就是心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正如 用语言来说的话就没办法的 语言毕竟是一种习论 三摩对望经里面也说了 通过语言来无法描述的 一切万法的本体如像虚空一样的 谁见到了虚空一样的微妙法 这就是最殊胜的见解 这种菩萨他的辩才也是无尽无穷的 讲到这样的道理 我们有些上师也好 有些道友 他因为真正见到心的本性是空性 心的本性是空性 以这样的空性的妙力当中 出现很多世俗的知识 智慧 见空性的威力 智慧可以爆发出来 这是自然的一个规律 如果你见到的证物 境界越来越高 越来越愚笨 这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说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开悟了以后什么都不懂 不要说是其他的法义 连洗衣服的方法都不懂 洗衣机怎么用都不懂 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这样的一个开悟者哪里有啊 下面一个颂词 远离歧途之力分略数和广数 首先是略数 欲佛菩萨有见性 意乐行持甚薄弱 精语声闻度觉地 受得无知佛菩提 讲这个一定要知道 动到薄弱空性以后远离一切的违缘 乞托这些 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行持大乘道的修行人 如果对世间的三世诸佛菩萨有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欢喜和意乐的信心 然后逐渐逐渐对他有一种不退坚定的信心 这是信心 信心也就是说方便法 然后在信心的基础上要希求佛国唯一的途径 就是波罗波罗蜜多对波罗波罗蜜多有特别希求心 有了希求心以后他可以进行修行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的所谓的波罗 就是波罗 一个人具足了信心的方便 还具足了希求无恶智慧的波罗空性 波罗的智慧 这两者也就是说智慧和方便双云 也就是说我们大乘道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两种臣服之因 然后有了这两种方便和智慧的话 那么完全会超越所有世间上的 希求所寂灭的声闻城和独觉城的一切地 而且很快的时间当中能获得了 无有遮掌的佛菩萨菩提 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初步地有一些 对三宝也好 对般若法门有着虔诚的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如果没有以智慧来摄持的话 很容易退转 我们有些道友一天两天都是信心特别大 刚开始见到一个上师 见到佛像 在那个时候热乐盈眶就开始五体土地 一直磕长头头都是一直在地盘上棒棒棒棒 就不愿意起来因为他的信心太大了 在上师面前一直把头顶着上师的乞丐一直不起来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我看见有一个上师 一直劝他让他退回去他一直不退 你就是佛 你就是佛一直把头推着上师 刚开始的时候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没有薄弱智慧来摄持的话 过一段时间根本不要说磕长头 闻讯都不愿意做有这样的 这是初步者的一种信心初学者的一种信心 如果以真正的智慧当然智慧是分两种 一个是抉择空性的智慧 还有抉择善恶取舍的这种智慧 如果以这两种智慧完全摄持的话 那么这种信心不会退转的 我们看见世间当中有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对三宝 对上师的信心非常值得羡慕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六七十岁的时候 每当提起塔劳人家的根本上师的时候 显现上师眼泪之流大家都知道 以前《帝国亲释仁波切》也是经常一提起来上师 一提起来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 为众生的广方布施这些故事一提起来的时候 经常显现上生起无比的信心 这就是真正懂道理的信心了 其实这样的信心一旦被智慧摄持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解脱之因 解脱之因好像在《维摩戒经》里面吧 就是说 知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 智慧度就是波罗空心的菩萨母亲 然后方便度 他这个方便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信心等 有时候我们用菩提心来可以说 这个相当于父亲一切众道士无不有始生 所有的这些道士他全部都是依靠这样的 般若空心的母亲和还有方便的父亲而生的 所有的 世间上的三世诸佛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对佛陀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虽然你的智慧很不错的可是他根本不会去希求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的有些博士生 有些知识分子 他的智慧都是应该很不错的 完全是可以通达很多道理的 可是他的因缘他对佛教也好对善法没有信心的 甚至有些人反而持邪见的 因此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佛教徒闻思修行也需要有一种兴趣 信心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发心利益众生也需要信心 这种信心 有了欢喜心的话 那么他的任何一个行为会散世散众的 会散世散众的如果没有信心 快乐的心不一定圆满 所以我经常在想很多人学佛也好 闻思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有一种快乐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现在有些学习般若法很开心的 每次来听歌的时候就欢喜若寛 从他的态度上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楼上都是看见的时候 小眉眉的 你到哪里去 我去听波日去啊 好开心啊 我去听波日去啊 就很开心的 如果有些人特别痛苦 愁眉苦恋的话 可能小骨头是不好的 知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乐之 论语里面说的吧 如果知道的 如果光是对这个懂得不如好之 也就是说 有兴趣 这个好之不如乐之 你应该澄清在这样的快乐当中 我们有些发心人我就感觉得到 有些是特别懂 肯定要懂的 但是懂得不如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 他不会有压力的 这个兴趣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把这个生活当作一种快乐的话 更有力气啊 我们有些发心人不管是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做这个发心很快乐的 觉得一生当中我做这件事情 我那天看到一个菩提学会的人 天天都是搬东西 搬东西 特别累的 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累 这样也有功德 也有效益 我看到有一个人一点都不累 但是他就特别的痛苦 哪怕是在那个上面上班一个小时 他就哎哟 把他去去吧 真的 我们希望发心人员 一点不管是你做的任何工作 就是要有一种好的 信心很重要的 有了信心肯定有希求心 没有信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下去 所以我个人首先是我对很多事情要去世 最后我觉得应该 比如说我做慈善的事业 我给别人讲经说法的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快乐 根本不看作是一种压力 有时候身体有点痛啊这样的时候 我也把它转为快乐可以能做得到的 人的心的力量是特别的强大 所以很多发心人员千万不要有压力 你有压力的话心里的压力背得重重的 然后在这个上面你特别不愿意的情况来 那这样度日如年 特别痛苦 那什么时候获得十方啊 什么时候获得凡身龙龙得解方啊 这样真的非常的痛苦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对尤其是弘法力生和闻思修行 在今生当中来讲是非常的难得的确也是非常的难得 因此我们大家应该乐在其中 这样有广大的利益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冥寂寞 论室 李冥寠 论部论室 新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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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